早啊,新闻来了 今天是2023年6月25日 星期日,农历5月初八 首先进入药文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综合测算 2023年端午节假期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1.06亿人次 同比增长32.3%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73.10亿元 同比增长44.5%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安全生产景及视频会议 要求中央企业深入开展燃气等领域隐患排查整治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就美方以涉分泰尼问题逮捕和起诉中国公民和企业 外交部发言人24日回应 美方执法人员在第三国采用钓鱼执法又不中国公民 试点型的任意拘押三边制裁 完全非法 下面是一组资讯 24日,宁夏银川烧烤店燃气爆炸事故原因公布 烧烤店总店长海某工作人员李某翔擅自更换减压法 导致液化器快速泄漏引发爆炸 目前,事故4名犯罪嫌疑人涉嫌重大责任是不罪 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24日,海军七级光舰圆满完成圆海远狱实习访问任务 顺利返回大连某军港 任务期间,七级光舰顺利到访越南、泰国、文莱、菲律宾四个国家 24日,13时51分 北京南郊观向台气温突破40摄氏度 这是北京气象观测史上首次连续三天气温超40摄氏度 24日,长三角一体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示范工程 苏州轨道交通11号线正式运营 实现苏州与上海组成轨道交通互联互通 24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主办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动漫节 在浙江杭州闭幕 现场达成一项签约金额14.85亿元 当地时间24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指责有人煽动叛乱 他指出,叛乱组织者背叛了俄罗斯并将因此受到惩罚 据加拿大消防部门数据 截至北京时间24日17时 加拿大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接近7万平方公里 仍有238处火情处于失控状态 接下来是服务信息 中央气象台24日18时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预计25日白天 北京、天津、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 辽宁西部以及新疆土鲁藩河南江盆地等地有35至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其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 局地可达40摄氏度 中央气象台24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 江苏南部、安徽南部、上海、江西北部、湖南南部、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其中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日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 湖南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我们保持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的关系 我们保持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的任何危险 一切失敗